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想继续谈浇水 那么上一个视频我们谈过了村众期间的浇水的问题 村众期间的浇水的一些原则以及浇水的办法 那么我们仍然有效,就是仍然必须坚持 那个村众期间的呢,主要是各种植物和蔬菜 它们是在由发芽的阶段进入根部发育的阶段 从根部发育的阶段现在进入了一个身体 长身体迅速成长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它需要大量的水分 那么我们就需要给予充分的水分 它们才能茁壮成长 那么由于浇水量的增大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开启我的这个智能化的浇水系统 那么在这个智能化浇水系统当中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说 要根据我们植物的蓄水量 来确定它的浇水周期 和浇水的长度 也就是浇水量的大小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我们主要的是谈论各种植物的需要的水分的大小和周期 浇水的基本原则 浇水的原则呢,是要根据这样几个原则 第一个呢,就是你各种蔬菜水果的 它们需要的水分的多少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根据它的根部和你土壤的结构 是比如说是沙土啊,还是黏土 第三个部分就是说覆盖的情况 也就是有冒气,还没有冒气的情况 比如说有些树,有些水果树呢 你底下冒气比较多呢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水分呢 就能保持的比较多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根据它的这个太阳光的照射 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 已经我check了一下 我们next的十天呢 都会太阳很多 然后都是在七八十度左右 然后晚上呢,也都在五六十度左右 所以说呢,那么就是很干旱的 也没有雨水 所以说呢,这些因素呢 那么所以我们就要依靠这个智能化的系统 就是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浇水系统呢 它就可以根据我们国家天气预报的数据 来进行调整 来调整你的这个水分 比如说很多的天气 它会增加水量 然后阴天或者下雨 它会相应的进行减少 那么由于我们对于这个浇水的这些区域呢 进行了种的划分 那么让这不同的种 也就是它的土壤和植物种的不同的种类 来根据他们的这个重的要求 然后我们进行浇水的量的控制 所以这个智能化的系统呢 都可以根据你的浇水的原则 来进行调整 那么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我们浇水的原则 情况下我们这个浇水啊 首先我们谈 首先我们谈这个各种植物的这种浇水 那么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我们就是说 就是业类蔬菜 在英语当中他们讲这个蔬菜呢 实际上是一种就是就是带了flavored water 意思就是说有味道的水 就是是一种水分 就很多很多的水分 打枝鸡把它打成一些饮料 打成饮料的话 你会发90%都是水 所以说各种蔬菜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水的一种蔬菜 你说这种叶类的蔬菜 你想让它长好 你必须提供足够的水分 它才能长得又肥又壮 那么我首先历史出来 就是每天都需要浇的蔬菜 比如说韭菜 白菜 油菜 菠菜 芹菜 有这个菜花 Swiss chard 就是这个瑞士红菠菜 还有Kale 绿衣甘蓝 葱 洋葱 这些 总而言之就是这些叶类的 比如那么我们要每天都要浇水 那么我们要每天都浇水 那么还有一类呢 蔬菜呢 实际上它是以吃果为主的 就是我们吃果为主的这些蔬菜呢 我们需要每两天浇一次 比如说西红柿 我们看到这个西红柿 我们需要每两天浇一次 豆角每两天浇一次 辣椒每两天浇一次 菜花每两天浇一次 南瓜 冬瓜 萝卜 等西葫芦 冬瓜 西瓜 茄子 等等 都是每两天浇一次 那么果树的浇水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吃的这个果子 如果水分含量比较多 那么这样的果树呢 往往你就需要较多的水分 比如说我们说 watermelon 就是西瓜 梨 苹果 还有这个桃 还有grapefruit 就是葡萄柚子 还有strawberry 草莓和blueberry等等 这些berry之类 就是水分含量非常大 那么这些水果呢 往往都需要浇很多的水 我们可以比如说 一至两天浇一次 都不为过 那么有些果树 比如说citrus 菊科的这些果树 这个肉食呢 虽然含了一定水分 但是它长的时间很长 所以说呢 你这个这样的果树呢 基本上你可以三天 甚至一个星期浇一次都可以 那么特别是 我就是set成三天浇一次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avocado avocado树呢 它的这个生长时间很长 都要很长使十月怀胎 要十个月的时间来长 那么而且它的肉汁呢 比较厚实 那么像这种水果呢 一般来说就是水分就不需要太多 那么像这个avocado之类的 你一个星期浇一次都可以 还有五花果 这些树呢 它们需要每三天浇一次 16树也需要每三天浇一次 核桃树每一个星期浇一次 娃娃每星期浇一次 比巴每星期浇一次 好了 我们已经分享了各种植物的浇水的周期 那么我在下个视频当中呢 我就讲怎么setup 怎么去让这个系统运作起来 怎么调整运作起来 我将在下个视频当中和大家分享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